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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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巴斯 我是吴迪 歡迎收看巴斯吴迪 我們今天要談論什麼主題呢 欸這裡有一杯水 我把它喝掉 水也不知道乾不乾淨 一定乾淨的啊 看起來乾淨 因為裡面有很多水分子 還有一些小分子我們搞不清楚 也許有 你要不要來做個魔法試試看 好 看我身上有什麼東西 摸摸看好了 吳李兄身上常常放一些東西 對啊 沒辦法 回溫針啊 吳李兄你身上都放回溫針 我把它丟進去裡面好了 會沉下去 會沉下去 你覺得一定是這樣嗎 因為它這個鐵做的嘛 密度超過1 應該是會 確定喔 對 試試看 那我試試看 好 也許它不是鐵做的耶 是塑膠耶 試試看啊 沒關係啊 等一下我們可以搭過去 搞不好浮起來喔 欸 浮起來了耶 真的耶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表面張力吧 確定 搞不好就是塑膠耶 看看 我們先雷射光檢查看看 它是真的飄起來 如果它是塑膠的話 我把它推下去 它還是會浮起來 如果它是鐵做的 應該就會沉下去了 對啊 那我們試試看 好 試試看了 欸 沉下去了 欸 所以應該是 所以確定是 表面張力喔 鐵做的 而且還真的把它撐起來了 所以這個表面張力 還真厲害 欸 我記得你們科教館 好像有這個水漂浮在空氣上 這小實驗吧 展品有 展品有 真的 那我們一起去看 好 走 走 是 這是我們五樓物理展區的一個展品 上面明明的叫水漂在空氣上 欸 這個搞不好去可以來看表面張力啊 是嗎 是喔 你看這裡有 有洞耶 金屬網有洞耶 我們來檢查一下 欸 真的是穿過去了 穿過去了 所以代表它真的是有洞 莫非水會留在上面 有可能嗎 我們還是要做實驗吧 好 我們來試試看 欸 真的耶 哇 這麼神奇啊 哇 這麼多水留在上面耶 來檢查一下 我跟你講 理論上應該是 現在水在上面嘛 對 然後下面有洞嘛 因為流下去才對啦 欸 所以我們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 光線會打出來 啊 真的打出來了 打出來了耶 真的是有洞的 而且水不會流下去 好神奇喔 各位觀眾你看看 這應該就停得有效應有沒有 可以看到那個光束 對 而且我這樣任意的走動喔 你看光都是透過來的喔 欸 水就是不掉下去 那巴斯 是 這是什麼原理 我想一下 第一個 它有水表面張力 第二個 當它這個水漏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的空氣柱 是有點被壓縮的 那被壓縮的話 其實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就是PV.NRT嘛 密閉容器裡面 我把它壓縮一下 壓力增大 那壓力增大呢 再加上它的表面張力 所以剛好可以撐住這個水底 那我們現在 如果讓它的水流下來 欸 可能要破壞一點它的表面張力 怎麼破壞咧 給它一點能量 給它能量 用火燒嗎 太麻煩了 我們簡單的敲一敲 可能就可以了 讓我們試試看它 試試看 竟然就下去了 這有什麼物理在裡面嗎 等一下我們上去討論一下 好 走 走 巴斯 剛剛我們去展區看那個 水漂在空氣上的展品 滿有趣的啊 對啊 那如果今天 我們在家裡 想要做這種 革命張力的實驗呢 讓我想一下 我應該是可以模仿它 那你 你 我當然是準備好道具了 只要大家準備好一個紙杯 再準備好一個尖尖的針頭 針頭 然後我把它刺一個小洞 把它刺穿了 把它刺穿了 紙杯上面有個小洞 然後我可以倒水下去 是不是就跟剛剛那個很像 上面有水 然後這裡有洞對不對 來 那你多打幾個洞啊 多打幾個洞啊 多打幾個 沒問題 再打一個洞 聲音滿大聲的 滿大聲的 兩個洞 代表 好 那我們來試驗看看 那我們下面先墊一張衛生紙 來加點水 好 好 OK 那裡面有一點水 我們看看 真的不會露出來 不會露出來 然後我們雷射光給它找一下 確定它是魔法道具啊 好 好清楚啊 有沒有 光透過了 所以它是有洞的 對 然後水不掉下來耶 所以這個物理真是神奇啊 對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看我們是不是模仿了 剛剛那個實驗 對 所以在家裡也可以準備一個紙杯 對 然後打幾個洞 然後甚至搞不好可以多加一點水 那我們試試看 試試看 搞不好它可以撐住不少水 看它可以撐住多少 對 表令張力可以撐住 好 好 已經到哪裡了 還是沒有 這次就給它架多一點 架多一點 哇 一直滴出來了 哇 一直滴出來了 所以代表它這個表面張力 只能支撐住部分的水量 部分的水量 太多就不行 太多就不行了 這也滿符合物理的原則 也是啦 是啊 所以科教館這個神奇的表面張力實驗 還真的可以告訴我們一些生活上沒有預想到的結果 所以還是多多來科教館 而且還可以發現一些神奇的小實驗 是啊 還可以帶回家做 對了 我把這個做成一個APP怎麼樣 可以喔 讓大家可以把科教館的小科學帶回家裡 那除了裡面有展品的解說 能不能再做一點小問題 可以啊 我們可以設計三道小問題 然後再加上六張圖片的解說 讓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今天的實驗 而且在家裡就可以重複的播放 對啊 其實我已經寫好了 原來如此啦 對啊 大家可以看這裡的QR Code 大家可以回去下載喔 我是巴斯 我是胡迪 謝謝大家 今天收看巴斯無敵 QR Code QR Code已經寫好了 在這裡 然後我寫 對啊 你這邊就可以下載 這個APP是 偷偷什麼時候做的都不知道 暑假的時候來看到這個神奇的展場我就寫了 原來如此啊 而且這個寫了我好久